被裁定違反公安條例 被控非法集結 罪名成立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陳偉業 去到東區裁判法院聽取判決 陳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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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名人民烈亮支持者 去到法院外聲援 而同場的愛港之聲二十多名成員 也來到法院外聚集 支持警方的執法 兩批人互相指馬 在場的警員要駕起鐵馬戒備 分隔開他們 法院在判刑前先處理陳偉業 較早前在庭上批評裁判官有政治任務 事不藐視法庭侮辱裁判官的事件 陳偉業代表律師說 他願意收回言論和道歉 或法庭接納並表示不會再追究 陳偉業離開法庭時說 既然法官有這麼強烈的要求 反映了法官抗拒政治任務指控 對香港司法制度是好事 裁判官又將案件抗口到下個星期二判刑 而今次的判刑結果 將會關乎黃毓民和陳偉業會不會失去立法會議席 兩人早前已表示會就案件提出上訴 案情透露黃毓民和陳偉業在前年七一 遊行結束後 指揮和帶領示威者遊行到中環 企圖前往禮賓府 期間示威者佔據 灣仔至到金鐘的一段電車路 又衝擊警方防線 指令一名人民力量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 亦被檢控 但罪名不成立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